这个十转都有别的四个十转 车节目就看了 哦 因为这三年 嗨 大家好 我是李姐姐 今天呢 我打算骑着车子绕一下城里面 我从这个 永泰东门进入 我们穿一下南北和东西 我那天把这个陈强的某一个角的一个照片 发给我一个朋友看一下 让他猜一下我在哪 他首先说我在 你去西安了 他以为我到西安了 我说这里是山西大同 哇 这不是跟西安一样吗 大同的城墙跟西安的城墙 不一样 这个是名号的 大同的这个城呢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正方形的 南北1.8 这个东西1.82公里 周长是7.4公里 面积是3.28平方公里 我们大同城墙的高14米 比西安的城墙要高2米 最宽的地方呢 是16.6米 比南京的城墙要宽了6.6米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四排楼 四条街将城划分成了四大块 每条街的长度也差不多 大约为900米左右 徐达在辽带 金带 元带 土城墙的基础上 珍珠修建成了大同城 完工后 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德 在四条大街上 分别立了一座牌楼 也就是四牌楼 近50年代 因大稿建设立了500多年的牌楼 被拆除了 耿市长在古城复建时 又把四牌楼恢复起来了 四座牌楼被安置在一起 巧妙地设计成了一个环岛 成为了大同城的中心点 现在我就从四牌楼出发 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走一圈 来看看我们大同的四大街新貌 现在是东街和阳街 正对着城墙的东大门 和阳门 面向太阳升起的东方 迎接着和煦的阳光 让我们瞬间感觉到了温暖 祥和的美好 四牌楼东南角 是大同的知名品牌 迎新金店 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句广告词 来迎新买放心 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赞助最多的就是迎新金店 创始人是苏玉田老先生 60多岁才下海创业 我记得东街以前是卖文房四宝的 也有很多本地的老字号 这边就是著名的九龙壁 这是朱元璋十三子戴王府的照壁 明末战乱时戴王府被烧毁 但这面九龙壁却留存至今 实实在在的明代文物 日后会进去做详细的游览介绍 现在看到很多人在里面 我们也瞅一瞅 原来是在拍电视剧啊 大同古城复建后呢 特别的适合做影视基地 这种古装片子来大同拍摄取景 那真的是绝妙呀 这座楼呢是太平楼 寓意天下大同天下太平的美好诉求 是河阳街上的地标 历经几百年 却在1934年的时候 被当时的一位镇首 以妨碍战时出兵给拆除了 楼下面原来有个门洞 是可以通车的 复建后呢就安上了门 作为这个十字路口的环岛了 这一片呢现在还在复建中 估计有一两年也能够复建完毕了 大同古城复建的原则是修旧如旧 拆掉的大多数是现代的破烂不堪的房子 那些老房子老院子 都还是在保留原样的基础上修盛的 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把真的拆了 真正的老房子都还是留着的 现在来到了河阳门了 咱们再返回去 看一看陆北这边有什么 这里呢是法华寺 里面有一座白色的喇嘛塔 和北海的白塔很相似 我最喜欢的就是法华寺 因为这里经常举办学习班 我只要回到大同有时间 就会来听一听 前面这一排呢是老大同的特色饭店 独一处烧卖不错 价格也公道 这一片原来是啥样子 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现在已经归还给了代王府了 这是唯一的一座 能和皇宫相媲美的王府 号称小故宫 等和老妈一起进去游览时 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好了 我又回到了死牌楼 咱们现在往西街走 西街对着的是清远门 现在恢复了原名叫清远街 寓意是清明高远 原来的这条街 可是大同城里 最繁华最热闹的商业街 各种大大小小的商铺 零次制比 一到节假日的时候 周边的县区矿区的人们 就会把这里当作是购物天堂 服装 特产 电器 家具 自行车 要啥有啥 我记得我身平的第一辆山地车 就是在这里的一家店买的 这里应该还有一家五星级酒店 叫啥名字 我给忘了 反正是很高大上的 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清远大厦 人家那个时候就知道用清远这两个字了 估计老板也是个文化人呀 为啥对清远大厦印象深刻呢 因为下面有好多小吃摊 特别是有一家电烤串的 别家都是木炭烤 他们家是电烤 人多的 要排队 那个时候只要上街 必来一把电烤串吃吃 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呢 哦 这边还有一座开化寺 里面也是有一座老房子的 现在是辽经园文化融合的一个博物馆 有时间我们也进去看一看 这里就是原来清远大厦的地方 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潘家园了 大同古城能把北京潘家园引进来也是一大举措 每到周六这里会开市 有很多古玩古书在这里进行交易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六日到这里来淘宝 到了清远门了 咱们再返回到路南看看 这边呢是圆通寺 这一片的这个红墙里面就是著名的辽代的皇家宗庙 上下华岩寺 原来这边呢也是商铺林立 是大同第一家安装扶手电梯的商场 服务员呢都穿着好像空姐一样的制服 在那个时候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啊 这座呢是钟楼 是清远街上的地标 与南街的古楼遥相呼应 也是明朝建的 传说里面有一口大钟 重三千多公斤 可惜的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被拆除了 这个事还惊动了宋庆龄 对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但是文物已经损毁了 南边现在都是华岩寺广场的范围了 里面有很多民宿和饭店 逢年过节 这儿可是热闹非凡的 这边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永刚大厦 也是人山人海的大型商场 听说后来出了一件事故 也就凉凉了 好了又回到了四排楼 接下来呢我就往北街走 现在恢复原名为五定街了 这条街上原来有家清真店是很出名的 我记得还专门来买过他们家的羊头 其他的就想不起来了 现在东边一大半呢是戴王府 这座楼呢是奎兴楼五定街的地标 长得和其他楼不一样吧 它是一座八边形的楼 奎兴是北斗七星中 纯斗形的四颗星 是主宰文化事业的神 学子们都来拜拜 这边呢正在新建的是一片房谷四合院 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至少也得几百万上千万吧 好了现在又到了五定门 五定二字含义深刻 五十五立威武勇猛 定是平定安定 五定合起来那就是威武平定之意了 因为北边面对的就是大草原 草原狼们都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呢 再往回走吧 陆西现在主要是以婚纱店和自行车呀 电动车这一类为主 也算作是车辆一条街了吧 好我又回到了四排楼了 现在呢就剩下最后一条南街了 也恢复了原名叫永泰街 这边算作是大同城内消费比较高的一个区域 金店呀 钻石店 皮草店 典当行 还有各大银行都在这条街上 这是古楼 四大楼中唯一一座保护下来的文物 正儿八经的古董啊 当年也是差点被拆除了 多亏时任文化局的王局长 多次力保 最后急的老爷子都说出来了 谁要是拆古楼 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最终保护下了这座古楼 老爷子的举动 让人听了都感动啊 这样的勇士多一些文物才能得以保护 原来这条街也是大商煞涌集 最有名的是华林商煞 现在也不行了 你们看看商场门口就知道里面 估计是服务员要比顾客寒多 一个呢是电商的冲击 一个是现在的零售商圈 转移到了永泰广场那边了 现在已经来到南门了 永泰永远安泰 多么美好的寓意啊 最后我再返回到四排楼 大同古城的四大街 咱们就逛得好了 街名都恢复了 四条街上的立标楼 也都稳在路中央了 咱今天的骑游就到此结束了 明天呢 我再骑着单车寻访八小巷 敬请期待哦 我们来听听 我路上遇到的两位老大同仁 他们的心灵画 不聊他讨厌的画 很多小伙伴们一到黑 马楼那有这么多 你看那一块走的这个楼 你走一圈 你这个也不是那好走 那画 嗯嗯嗯 是的 他不认为这画家的个子 你走到你睡觉 就走到四个月就去 他开过就去 也挺自己 辛苦做到了 大头也有这个理由 对 那话你去没有家 那话你看那个游鹅 让我们上去那回早早的 你看这这话 你知道让我们走啊 六六走 我这次有个调度 五六走去 这些北里 这这个一马楼 是让我们都会的 夹到三走 到那拿不来 你这到太阳不是 就是这一笔小 到原来的 那四个十段 超游鹅都看了一个人 哦 因为这三年 可以去接受车 现在大头老百姓 都还挺感谢他的 哦 这个很高 这个很高 这个不让走 哦 老百姓都哭得不让走 哭得不让走 不让走 门口 就是想留下他 想留下他 就是回了太原 哦 那现在太原 也弄得可好 也见得可好 也见得可好 是 是 咱靠 你 你 不是